这个当菲尔南多复出之后肯定会拿下的首先就是赛巴 赛巴呢也是本赛季当中从希腊奥林匹亚克斯队租界来到了重庆 取得这三分比什么都重要 是 重庆思维队呢因为在近期联赛当中一胜难求 退的有点过了 中锋来盯中锋 拉开助跑距离 打得漂亮 不过河南界队守门员无眼 同样也是反应神速 打的角度不是很刁 但是呢这种斯大利的神的球奔着无眼的右半边过来 菲尔南多转过来之后右脚起球 漂亮 卡尔德克门前 哎呀等的就是你这脚合适的传中 轻轻的投球一甩1比0 关键最棒的是菲尔南多在边线这个球啊 假招往回里了 就这下本身呢等于是连续两次河南界队防守的失误 对 第一下呢应该是是龙威还是谁 冒顶 结果出来再补出来的时候呢 还是龙威 又被菲尔南多给晃的一个干干净净 我们看菲尔南多领球往进去里走 好像要往回突然一个外转身 一下子摆脱对方跟出来的龙威 我们的巴西前锋卡兰加可以用 之前卡兰加连续被淘赛 接近几场应该已经出来了 我们再回到重庆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本轮中超联赛重庆思维队与河南界队的比赛进入下半时 说实话呢 如果复明当时那个球看清楚点 我的球有机会 同时呢助力打扮已经举及了 比卡托 瓦斯特 越位 他说冲过来指望了一下之后 赶紧就回去了 是越位 正好是半个身子 对 不过连续瓦斯特这两个机会啊 地图 唐家树 唐家树的结尾被断下 巴索哥呀 一举扳扳扳扳扳批分的大好机会啊 张外龙 满脸写着失望两个字 唐家树闯了个大祸 还好自己补回来了 这小球 他走了一个内线 正好内线呢是在他的左脚上 在巴索哥的左脚上 所以他有机会啊 在最后形成一个干扰 对 而且巴索哥最后降速准备时间太长了 正好 正好是大跨步唐家树跟上右脚脚筋捅了一下 这时候比赛时间到了 好 我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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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